歐洲議會大會 那麼在昨天表決通過外交 以及防禦共同政策的兩年份的年度報告 那麼內容是指臺灣是歐盟的關鍵夥伴 而且還呼籲歐盟主委會 以臺灣建立戰略合作的關係 那麼議會當中通過了兩份報告 在這個中國南海的軍事建設 以及對於臺灣的挑釁行為 列為關切的重點 而且他們也重申 堅決反對任何片面 改變臺海現狀的企圖 而且還要呼籲 對中國停止所有的危害區域的穩定 並且對歐洲的安全與繁榮 造成直接的影響行徑 那麼報告內容也呼籲歐盟的主委會 以及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與臺灣建立戰略合作關係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